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彭德怀的资历 1930年年初 蒋介石开始和延熙山冯玉祥中原大战 一时无暇踏骨 这边的共产党跟着就发烧了 那时候共产党中央最高的实际领导人 设立第三 他就提出了汇市武汉银马长江 然后提出无条件的扩大红军 于是就在以红武军为骨干 经过扩边组建了红三军团 彭德怀出任红三军团的总指挥 又官升一级 下辖三个军了 其实还不到一万人 但是我们彭总指挥豪情万丈 率部攻克了岳州 就现在的岳阳 然后在镇前和另外一个懂炮的人 就是中共党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朝鲜的人 叫武庭 只有他们两人懂炮 架着脚回来的大炮 轰了长江上外军的军舰 听说打中了十多发 更率部一度攻克了长沙 占领了十来天 占领长沙期间成立了湖南省苏埃政府 彭德怀非常讲政治 推举李立三为湖南省苏埃政府主席 自己和其他十二个人作为员 他这一系列的战事 一系列的作为 用他自树里也承认的 就是客观上助长了 这个李立三就是左倾盲动 这个错误 这后李立三这火上又可交了一盘油 撤军长沙以后 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 会是河边为红一方面军 彭德怀出任红一方面军的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的总指挥 朱毛的事越干越大 红一方面军纵横干单米西 开创出地盘最大 实力最强 兵多将广的最大的根据地 打出了一片包括二十几个县 在内连成一片的红色江山 于是就在中华民国的版图内 建立起了红色的中华苏外共和国 然后在上海东躲西藏 过街老鼠盘的临时中央 不就老的孩子倾朝而至吗 来到了江西 接着在江西成立的全国红军的总部 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的中博军委 作为中共军事最高决策机关 彭德怀届势再进一步 成为中国军委的副主席 极深的中共军事的决策层 在中共军中的历史地位到此 基本确定 彭德怀真是一步走对 几步就等着天 作为红一方面军 也就是后来中央红军 两大主力之一 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 在中央苏区的五四反围角的战争中 打了很多的硬仗 苦仗和拼命仗 第五四反围角失败以后 中央红军就开始逃跑了 电影画是一路向西 通过四道封锁线 三军团损失也很惨重 尊医会议上 面对那么大的失败 全军都愤怒了 彭德怀也愤怒 彭德怀早就愤怒了 长征之前的时候 五四反围角的时候 就骂了 骂了这个李德他们的三人团 说攒战一天不心疼 那深恶痛绝还是 所以这个在这个尊医会议上 彭德怀只参加了一天 参加一天 这个后来战士警 前线战士警就回去了 但是他坚定的 站在了主席的这一边 一路长征 到了四川 依四方明运会时 那关于下一部红军的这个去向 以主席为代表的这个中央和 那边四方明运的张国陶之间就发生了 争论 争论归争论 但是争论中彭德怀又一次就表现出了一个旧军人的那种军阀主义的思想 那个时候为了显示两军的团结 一四方面军和属办公 然后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两路行动 与中央一起在一起行动的呢 是红军的前敌指挥部 负责人是四方面军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 陈昌浩和许祥前 当时这个大家都感觉到了 这两军这个分裂可能已经成了 即将成为事实 中央坚持委上雷打不动的意见 那张国焘坚持难下 还发电报让这个许祥前和陈昌浩跟着一起走 哎 这时候彭德怀就给主席提了一个建议 说哎呦 反正这个这个这个就要分裂了 干脆就把这陈和这个许给灭了得了呗 主席一听断然拒绝以军制党 军法主义作风 这些人一开后患无穷啊 那还了得啊 北上的突中 因为简缘非常大 三军团的军号 这个番号就取消了 然后和这个一军团合并 组成了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赏甘支队 但是彭德怀出任四人员 林彪给他做副手 单独北上红一后 中央和红一方军单独北上 到达陕北以后由东征西讨 为了打开陕北的城村空间 打开陕北的根据地局面啊 东征的时候 彭德怀是东征军司令员 然后西征的时候他是西方军司令员 卢国桥事变爆发 国共第二次合作 作为朱德的副手 彭德怀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的副总指挥 后来变成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 受中将军衔 那么其实从红军的时候开始 这个彭德怀作为中共军中的老二这个地位 通过改变八陆军又一次得到了确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要说朱德是红军之父的话 那么彭德怀可以称之为红军之书了 在山西作为八陆军前方总部和中央军委 华北军分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负责人彭德怀 在台航山竞技卤裕 台航山依托台航山他打了几年仗 之后回到延安参加整风 整风期间因为这个竞技卤裕边区 竞技卤裕区 很多军队和地方的干部对彭德怀有意见 长期得不到解决 同时因为那时候咱们彭叔叔 党内军中树敌太多 那个时候与中央的关系一向都比较恶劣 降灾外军民有所不受 那个时候 所以经这个搏一搏提议 在七大召开的前后 就召开了针对彭德怀问题的 华北军队与地方工作座谈会 那时候中共那部刘二奇 你像康生 彭真 林彪 刘伯承啊 几十个大员都参加了 四十多天里开了四十多次回 在这个中间 自认为自己是高山上倒马桶 臭气出了名 彭德怀自己说自己 这彭德怀 四十多天里就觉得被人操四十多天的那样 耿耿于海大半辈子 卢山辉的时候还拿着说事 一是 批他以前的错误 第二呢他还不服 所以就群其而控制 会上会下 最后 这罗瑞卿一锤定音 说主席让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而你却总是在那坚持错误修正真理 罗瑞卿正公公干部出身 说话有点水平 中共七大召 因为建军和掌军过程中的贡献 彭德怀进入大会的主席团 就是华北会议也没耽误他 没耽误他这个仕途 然后在大会闭幕时候选出的 这个四十四名中央委员 彭德怀 得票多少排名第三十三位 比较偏后 这也就说看得出来 这彭德怀在党内军中人员确实不好 那么期间一中全会上 彭德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后四五年的八月份 任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那这就说到彭德怀党内的这个 这个身份地位 这么其他政治局委员 在同期的中共党内军中这些大佬里 彭德怀的党龄是最短的 1928年4月份 平江起义之前三个月才入的党 他的党龄甚至比元帅里入党最晚的 那个贺龙还要晚 贺龙是27年81那张起义的时候 火线入的党 就是因为彭德怀当年 带兵投了猪猫 跟毛主席搞到一起 所以尽管资历前党龄短 但彭德怀这个地位 由军中到党内才实现了后来居杀 他1934年的时候被补选后补中央委员 然后36年到了审委不久 就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员 七大上连任 所以他在党内的这个地位 也是扶摇之上 这成长的速度 其他也是火箭 火箭速度 解放战争一时 这个三路四城战败以后 就是贺龙和宁宏真两部 合并一处打复苏翼 失败了之后 然后中央就决定 把贺龙的部队 就原先二发明军 后来120时 后来进西北那些部队 捞底子 上甘宁那些部队 组建西北野战兵团 交给了彭德怀 从保卫延安起对阵湖宗南 然后让交出部队的贺老总 转心致志的在进西北 这个柴米油盐张罗着 给这个彭老总做后勤 主席为什么后来转战陕北 坚持不过黄河 其实除了鼓舞士气 振奋人心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术的目的 他就是要为彭德怀 创造战场 创造战机 他知道只要他在陕北 只要他这五百多人 在陕北出没着 身边这个电台 嘀嘀嘀嘀嘀嘀嘀哒响着 胡宗南 他就得追他 就得找他 那里都来转去的 战机一定出的 果然 给彭德怀的西北 在夜战面团创造三次战机 清华边 杨瓦河 潘龙 彭德怀三战三截 初步扭转了陕北的战局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 这个中共的主战场是在哪 是在东北 华东 和中原 西北 除去开战时候 政治意义 从军事上讲 西北这个战领区吧 处于这个次要的战略方向 他是辅助性的 主要起配合和牵制的作用 彭德怀主持西北军 率领西北野战军 跟这个胡宗南 后来包括 宁夏 什么 甘肃青海 二马 对阵 仗打的比较艰苦 确实是比较艰苦 几年下来 你想那个西北 那个战区 人口稀少 物产贫瘠 所以 战役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于是这个西北野战军 发展的速度 在各个野战军里面 是最慢的 那是最慢 1949年年初 全军整编那个时候 西北野战军整个的规模 还不如我们林总 下边一个兵团 那么后来 这个 西北野战军 或者 这第一野战军 忽然间就壮大了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拿下太原以后 毛主席大笔一挥 把那个主攻太原的 那个 徐向前一手拉持大 那个华北十八兵团 还有那个杨德志为司令员的 那个十九兵团 直接划给了彭德怀 于是才有了几十万职重的 第一野战军 建国的初期 彭德怀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 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兼西北军区司令 党政军 一人尖着 一人挑着 西北王啊 以上呢 就是 建国的时候 抗美人朝之前 彭德怀在中共党内和军中的这个资历 概括起来 钱薄 厚重 那么我们接着再看看彭德怀的战绩 作为一支部队的军事主官 一般情况下 他的性格就是这个日后这支部队的性格 他的作风 基本就是 他的这支部队日后的这个作风 红军时期 彭德怀统帅的这个 红三军团和林彪 统帅的这红一军团 都是红军的主力部队 从年龄上来看 彭德怀那是林彪老大哥 年龄还九岁 但是如果你要从战力 战绩和技战术的水平来看 那红一军团绝对是红三军团的老大哥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苏区时候时期开始 一直到长征路上 你看那些好戏 大戏 那些出彩的戏 叫做拍案 惊奇的戏 然后在军史上浓墨重彩下来的这些经典的战力 大多数都是红一军团创造的 哈鹏的人你也别急 哈鹏的人 你听我慢慢往下说 你看看是这么回事 三军团成立不久 不就打了一个多月之内 两次攻打长沙 第一次打进去 不到时间十来天出来了 那你打出来 占领了十来天 你最后撤出来 你不能叫完全的胜仗 第二次打的时候 是和红一军团一起打的 打了十多天 最后撤围了 没办法 打不进去 这个中间 彭总想起了古人的战法 是怎么突破成员 就弄了一百多头牛 站在牛尾巴上 绑上的什么街草 什么的 胶上没有 点着之后 就玩火牛阵 结果这个牛群往前 串 串的 没到城边 碰上那个电瓦了 被电了以后 就回窜 反冲了这个三军团 自己的阵地 踏死 踏杀了不少人 接着打干州 彭总还自树林 他承认一生中 打过四次大的白仗 干州是第一次了 围城一个月 损兵折将了以后 撤围了 不折不扣的白仗 第一次反围角 一军团他是主打的 前面捉了张辉赞 谁捉 捉的 一军团 林彪的兵 那么二三四次反围角 两个军团 基本上是配合着 你这次主打 我助攻 下次我助攻 你助打 但是 三军团的战果 始终不如一军团的大 不如一军团的大 尤其你比如说 第二次和第四次 那林彪把他仗都打出花来了 十一师都给灭了陈城 连续两次山地伏击战 共军历史上 这八德图筹 开了先例 纳仗打的 就那个时候开始 蒋介石称自己的学生林彪的战争魔鬼 那时候 那你三军团的战果 跟一军团没法比 包括你三军团打的那些仗 从这来说 绝对没有一军团打的漂亮出彩 没一军团仗打的帅 到了第五次反围角的时候 广场战役 那就彻彻底底失败了 尽管这彭德怀 当时是战场的总指挥 广场战役 但是这个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让彭道总来服 三人团在那吓他妈指挥 你让彭德怀打 那彭德怀就得打 一边骂一边打 那还得打呀 你军人吧 服从命令 是天知 长征开始的时候 一三两个军团一左一右 红武军团殿后 中间夹着这个什么中央 这些领导 老少妇孺 老子海偶 印钞机 然后四大应聘 一道道封锁线 损失大着 路上攻打楼山关的时候 三军团主打 养工 损失不小 最大的损失 那就是彭德怀入党介绍人 红三军团的这个参谋长 邓平 牺牲 阵亡 那 这个战斗本身来说 从 这个 这个 这个战力的角度来说 不是十分经典的一个战力 但他为什么 大家都耳熟能响 特别有名呢 那是因为后来主席填的那首 《疫情额路山关》太有名了 西方烈 长空烟角 双尘月 双尘月 马蹄生碎 喇叭生月 雄关漫道 真如铁 而今迈步 从头月 从头月 沧山如海 残阳如邪 太帅了 这词写的 沧山如海 残阳如邪 听说白春喜的儿子 那个同志哥 白信勇 极其极其推崇这两句 说这简直要前无古人 太精天 不是词记太深微斗 根本写不出这样的句子 非魔画 这个 这个 圣的时候 多少混蛋 不是说 王主席的很多诗词 都是胡乔牧写的 来 你看胡乔牧 你看胡乔牧的 那一身 这个古兽如柴 那小身板 那气度 那胸怀 他能写出这样的词来吗 啊 遵义会议 这改变了领导了 毛主席进了中央做常委 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为摆脱敌人为主 一堵截 红军那时候必须要高度激动啊 这就需要有一支具有灵活的战术思想和机制的战斗作风的这样的部队作为先锋给全军开路 这个任务那你就想那就不是打这个擅长打这个苦仗硬仗拼命仗的三军团所能够胜任的 所以之军擅任毛主席就一路点将林彪红衣军团 于是你看从小学科尔本开始 常常录上那些出彩的仗 经典战力 是不是啊 那些好戏 都是衣军团唱 巧度金沙将 强度大度和飞多路顿桥什么志趣的 什么蜡子口 都是衣军团的作品 大家可能说 说A星我跟你说到这 你不把这彭朗总空军时期的整个战绩都给抹杀了 我明天接着说